子宫疏软管摄影 什么是子宫疏软管摄影? 由医生以阴道窥管张开阴道 将注射针管置于子宫颈口 在透视下注射对比剂 再做X光摄影 观察子宫及疏软管的影像 可观察子宫内腔及疏软管畅通的情况 一般的X光检查无法造出子宫疏软管 电脑断层或核磁共振摄影 能造出子宫疏软管的影像 却无法观察子宫内腔及疏软管畅通的情况 子宫疏软管摄影检查 可以诊断子宫腔的形状是否正常 有没有息肉沾黏等现象 以及检查疏软管是否畅通 是否有水肿的现象 以利并能对症下药 接受适当不孕症的治疗 适应症 不孕症 习惯性流产 不正常子宫出血 筋痛 剖腹产后 腹腔进绝育术后追踪 人工受精前 禁忌症 怀孕 子宫外孕 骨盘腔发炎 月经刚结束或将来时 有对比剂过敏病死者 做子宫疏软管摄影检查的时机 为月经过后隔五天左右 或月经来后八至十天最适宜 检查适当时机为月经干净后及排卵前 检查前注意事项 月经过后到检查当天应避免性行为 检查前请排空膀胱病患上病患库 检查时会略感酸痛或腹脏 若有不舒服请告诉医师 做完检查后将会有分泌物或少量出血 此为正常现象 显影剂的准备 离子性显影剂 一般为高渗透压 副作用发生的几率较高 价格较低 健保给付 非离子性显影剂 为低渗透压 副作用发生的机会较低 价格较高 健保给付 检查时使用保温箱保温 因为它能让病人感到舒适 因而比较容易检查成功 事先抽取显影剂并放置保温箱内 检查步骤 检查前 确认申请单检查项目是否正确 询问是否有显影剂的过敏室 了解病人接受检查目的 注意病人隐私 保暖 检查使用药物是否在有限期限内 检查过程 请病患将医物换成检查符 并将身上金属物卸除 医生以压嘴撑开阴道置入导管 气球充气固定导管位置 注射显影剂开始检查 病人需配合医生指示 倾斜身体 斜位可以更清楚看到舒软管入境 检查结束 将气球气体排出 移除检查导管 协助病人下床 检查后注意事项 在离开诊室前 医生会确定您并没有严重的疼痛或大量出血 检查后小量的阴道剩血 可能会持续一到两天 轻微的疼痛感觉则可能维持两个星期 在检查后有严重疼痛或大量阴道出血 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检查后注意事项 多喝开水 一粒咸饮剂之排泄 检查后无任何不适 便可正常进食或吃药 轻度并发症 因腹膜反应引起的下腹疼痛 严重出血 其他发生机率较少 如过敏反应 子宫内膜异味 浓性舒软管破裂等 重度并发症 骨盘腔发炎感染 1-2% 谢谢收看 素兰医专医医科 关心您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